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和母亲说 母亲也觉得很矫情 和易瑶一起长大的齐明 外貌十分的帅气 成绩当然也很优异 齐明并没有像同学一样看不起易瑶 相反是在一直都帮助他 这个时候 班上转来了一名新的同学 就是大反派女儿唐小米 唐小米对于优异的齐明简直就是一见钟情 期盼的是他不去追齐明 反而开始监视着易瑶的动静 在他百折不挠的监视下 易瑶被他发现了去妇科诊所的事情 原来易瑶在多次的不舒服后 去医院检查 发现自己得了性病 又没有钱去医院 只能够去不正规的小诊所买药 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 女儿就把易瑶得性命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校 从此以后 全校的女生都开始欺负易瑶 这时 顾三系的出现给易瑶带来了希望 他告诉易瑶要学会反击 后来母亲知道了易瑶得病 才意识到女儿患病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爱过了常客 用了易瑶的毛巾 而自己的女儿染上了性病 母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立马牵起女儿的手 跑去医院治病 后来易瑶再一次撞见唐香米被原来下游的欺凌 唐香米害怕易瑶输出去 就选择打击报复易瑶 结果经过一系列的误会 竟然将顾森西的姐姐顾森香当成了易瑶 顾森香被唐香米找的小混混逼得跳楼送了命 由于易瑶转发给顾森香的消息 让大家都认为是易瑶杀死了顾森香 欺负易瑶的人更加的变本加厉 由于姐姐的去世 顾森西也没有帮助易瑶了 易瑶由此陷入了更黑的深渊 最后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易瑶 选择了跳海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电影的结局当然是顾森西救下了易瑶 通过调查真想大白了 整个电影都在说着校园霸凌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校园霸凌的危害 伤害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最后爱看电影的朋友 欢迎关注和点赞哦 我会定期分享好看的电影